太虚神剑一出 整个时空在一瞬间发生剧烈震动 准地级战兵 以全宇宙最珍贵最顶级的金属 和无数种材料炼制而成 这种级别的战兵 几竟有了自主意识 哪怕无人驱使 也能一剑斩灭半个星系 甚至可以说 一把准地级战兵 比一群神皇强者都要值钱 为了一柄准地级战兵 哪怕是准地 都会亲自下场屠杀 因为这世间材料稀缺 不复上古时期那种繁荣 太虚神剑一出 嗡鸣声不绝于耳 时空都有一瞬间的停滞 这才是最可怕的一点 干扰时空 苏宇一把握住太虚神剑 轻轻一挥 虚空崩碎 时空长河都被截留了片刻 太虚神剑指向前方 苏宇眼神充满肃杀之意 声音淡漠 用此剑杀你 我想 应该没有几个人能救得了你 若是普通神皇境 他能以己身现有的力量 打爆对方 但是 奥丁 博尔森的情况则不同 在他体内 还潜藏着一道诡异力量 那股力量在为他提供 超越普通神皇的战力 但同时也在吞噬他 为了以防万一 苏宇还是决定 动用一张底牌 感受到太虚神剑 散发出来的威能 奥丁 博尔森脸色变得铁青和金锯 锯的是 苏宇无惧回溯之力 也锯他手中的神剑 更锯他的力量 苏宇表现得太淡然了 就好似斩了自己 并不会让他觉得太难 这种感觉 让他很憋屈 很愤怒 可同时又是无可奈何 因为 他尝试过太多次了 真的杀不死苏宇 自己回溯出苏宇的弱点 也在一瞬间攻击上去了 但他仍然能反应过来 我不相信 奥丁 博尔森眼睛 被黑色光芒污染了大半 他怒吼道 你一个区区神王也想杀我 我可是神皇啊 次了 下一刻 好不容易恢复如初的空间 再度爆裂 他怕了 他选择权力出手 不只是想绝杀苏宇 同时也想遏制心理 对苏宇产生的恐惧 如果这个恐惧 无法被压下去 那他将会被心魔吞噬 比起先前奥丁 博尔森身上 绽放璀璨金光的样子 现在的他 更像是一个 渐渐堕于地狱的天使 黄金六翅 变得一半黑暗 一半金色 力量也是暴涨了两倍 上帝制裁 奥丁 博尔森一声怒喝 握着天人之枪 从苏宇头顶俯冲而下 想要将他贯穿 手接定杀 轰轰轰轰 一层层虚空不断崩碎 亿万里的空间 到处充满了破碎的黑色裂纹 若是这一击 无人阻挡 那么 就是半个星系 都会在一瞬间 灰飞烟灭 面对这一击 苏宇表现得十分平静 他微微仰头 看着奥丁 博尔森 喝道 我 从不喜欢有人站在我头顶 更不喜欢仰望 九节天罡剑法第九试 烈试 碰 苏宇手持太虚神剑 瞬间冲天起 剧烈的嗡鸣声响彻 一道宽百万里的虚空深渊被斩出 这一剑 灭世 太虚神剑 破开天人之枪的攻击 没有丝毫停留 剑光一闪 六尺崩断 羽毛飘散 那敢由天人之血 祭练而成的天人之枪 被斩成两节 同时 还有奥丁 博尔森的身躯 被这一剑从中剖开 金色夹杂 诡异黑鞋洒落太空 低落的那一刻 黑鞋宛如拥有恒星质量一般 砸穿空间 嗨嗨 奥丁 博尔森嘴中不断咳血 眼中生机疯狂一散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你这个变数 奥丁 博尔森喃喃自语地道 明明 再早几天我就能获得主上丢失的神魔肉身了 明明 我离神魔之躯 离准地就差一点了呀 说吧 奥丁 博尔森忽然抬起头 朝无尽虚空怒吼道 我不敢 下一刻 奥丁 博尔森身上的气息开始膨胀起来 一股危险的波动在急剧攀升 他 要自爆 然而 就在他的力量即将达到临界点时 那自爆的趋势戛然而止 奥丁 博尔森一脸愕然 但紧接着 他忽然一脸惊恐地喊道 不 主上不要 啊 惨叫声响起 而后 他的神魂气息被不断蚕食 只是瞬间 属于奥丁 博尔森的神魂波动便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原先潜藏在奥丁 博尔森体内的那股诡异力量 在侵蚕了他的全部后 诡异力量 好似得到了复苏一般 力量急速回复巅峰 很快便来到神魂境 还真是废物啊 原本想将这神魔肉身赐予你 但你这废物太不争气 诡异的声音十分平静 没有丝毫情感可言 奥丁 博尔森抬头露出 那双漆黑如鸢的毛子 看向苏语时 笑着道 小子 我记得你的气息 你是千年前 那回我实验星球的人族吧 苏语文言 一时露出一抹笑容 道 原来 你就是异族的缔造者啊 当年获得魔神肉身离开时 他曾感应到 身后传来那股无法抵抗的气息 现在看来 当年那道气息的主人 远不是所谓的半部神皇 而是半部准帝 甚至很有可能 几经是一位准帝 奥丁 博尔森将残躯抓了过来 重新融合生长 他就站在苏语对面 汗手道 天资卓绝 本帝名为魔渊 是组织中的长老 你天赋不错 有资格加入新宇宙的递走 试成之后 你将会是新宇宙的第一批先天神魔 苏语饶有兴趣地问道 新宇宙 这么说 你们的谋划是整个宇宙 不怕大帝们吗 魔渊节节地笑了起来 笑声令人不寒而栗 与其悠悠道 小子 这个宇宙远不是你现在看到的这般 大帝们 说到这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副手而栗 看着苏语像是赏赐一般地道 加入组织 而可在新宇宙到来后 成为真正的神魔 旧时代的神魔肉身 其境无用了 面对这番话 苏语看着他 平静笑道 若我拒绝呢 魔渊停滞了片刻 下一秒 他的身躯陡然消失 轰隆隆 请客间 空间骤然崩塌 破坏程度远超先前 那就赐你一死吧 魔渊瞬间来至苏语进前 他没有用任何战兵 只是凭借一只手 那手在诡异黑气的包裹下 化作利爪 撕裂空间朝苏语脑袋袭去 摘新手 苏语轻声一喝 太须神剑收起 而后使用摘新手 挡住黑色利爪 一击过后 二人迅速拉开身位 很不错的战力 九退巅峰境的王者 果然非同反响 不过 我关你力量 要远超其他九退神王巅峰 魔渊看了眼 右手上弥漫着的星辰之力 笑着道 走出别的道了吗 不 应该还没有 你的力量虽然很强 不过好像是从别墅进来的 无限接近神皇境的完美神王 只差一层就能进入神皇 但就是这一层 却像是如隔天欠 遥远无比 古怪 属实是古怪 到底是借谁的脸 作为一名准地级的强者 只是一次交手 就能洞悉出苏语的弊端和一切 不过 他也无法看透苏语本源 苏语默不作声 拳头松了又紧 第一次 自己的底牌被人看出端倪 不过也不意外 毕竟人家几近是当时 最巅峰的那批强者 距离宇宙级只差一步 自己不过才神王 在这些巅峰强者眼里 和蝼蚁没有区别 不过 若是不可敌 那他也不会再保留 底牌进出的情况下 眼前这尊诡异的准地分身 也不是不能杀 呵呵 你的天赋根基都很不错 魔猿继续笑着道 说实话 我还挺稀才的 像你这种有潜质的人 未来定能在新宇宙大放一彩 而且很有可能是第一批 先天神魔中最强大的一批 说着 魔猿身上爆发出一股 极其狂暴和诡异的力量 这股诡异力量出现 西周的暗物质和灵力纷纷退走 好似是在害怕 就好像是君臣见到帝王一般 魔猿张开双臂 高声道 看见了吧 这 就是新宇宙的魔神之力 这就宇宙的力量太弱了 现在的我 肉身完全能够碾压上古神魔 对于自身拥有这种力量 他感到自豪 只要未来大击一成 他就能成为 像上古开天后的那些神魔一般 君临新宇宙 成为主宰一般的存在 而且 更重要的是 新宇宙一成 超脱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说吧 魔猿缓缓看向苏宇 道 考虑好了吗 是否愿意加入组织 加入五等 成为新道的开发者 面对魔猿的热情邀请 苏宇沉默了片刻后 抬头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不 我拒绝 听到这话 魔猿错愕了一瞬 因为在自己展示 这种力量后 没有人能够拒绝这种诱惑 苏宇 是第一个 我的道 不是你的理论所能束缚的 苏宇身上 缓缓涌起一股难言的气息 那是不同于灵力 和神魔之气的力量 虽然还很模糊 不过 却是极有雏形 比起那些 惊具于魔猿诡异力量的情况 在面对苏宇时 那些灵气和暗物质 暗能量等 则是像静卫沉浮一般 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 苏宇眸光璀璨 如运烈阳 虽稚嫩 但却有着无限可能 要战便战 我 无敌 你 随意 苏宇一脸屁腻 与其嚣张到了极点 面对战役高昂的苏宇 魔猿竟是有一瞬间的错愕 接着 他笑了 结结结 好小子 野心很大 不过 如今的你 不过才出入神王 想要追上五等进度 魔猿顿了一下 接着喝到 痴人说梦 轰隆 空间再度炸碎 那堪称恐怖的 诡异力量爆发后 整个太阳系 都是发生了些许扭曲 若不是有苏宇在 有误道术撑着 太阳系恐怕早就被撑爆 披天爪 一找劈下 虚空撕裂 在这种力量下 饶势让任意一尊 神王进巅峰强者前来 也得在瞬间被撕成碎片 然而 苏宇却并不在意 手接燃烧气血神力 手面迎击 真龙宝树 博天树 苏宇大喝 接着 整个人宛如人形真龙一般 瞬间爆发出极强战力 丝毫不逊拥有 诡异力量加持的魔渊 碰 两人扭打在一起 从现实空间 顿入虚空战斗 进入虚空片刻又被打出 龙孝九天 好 苏宇张开嘴 手接吼出一道龙吟 声波震碎空间 能够动摇神魂的音波 更是让魔渊出现一瞬间的恍惚 魔灵 下一刻 一道混沌神魔虚影 从虚空中走出 自主融入苏宇体内 刹那 苏宇心口出的魔骨魔光大胜 那头黑发更是变得黑子交替 瞳孔一黑一白 紫色魔气缭绕 这是他的至尊魔心骨的本命天赋 可召唤上古混沌魔神虚影降临融合 能够极大幅度增强苏宇战力 随着魔灵触发 混沌魔神虚影入体 苏宇长发肆意乱舞 战意高昂 喝道 来战 让我看看 你说的心道到底有多强大 神像镇狱 这一刻的苏宇 即经彻底到了神王境的极限 超越完美神王不知多少 踏天神像虚影 魔神虚影同时显现 一脚踏碎虚空 朝下方魔渊踩去 魔渊健壮 一时力声喝道 雕虫小技 枕渊手 一掌打出 与踏天神像和混沌魔神虚影碰撞在一起 就好像是两颗超巨星撞击 爆发出能闪下人眼的极致光亮 这一击平分秋色 然而 苏宇却不再继续和他纠缠 凭借自己的体质 以及魔灵的增幅 他完全能够做到不间断地打 自从修炼至今 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魔渊绝对是苏宇遇到的最强对手 战力相当 能让他亮出不少底牌 这一战让苏宇心神愉悦 酣畅淋漓 仙魔真身 灵 苏宇又是一声大喝 接着 无尽仙魔二气自虚无中出现 无穷的仙魔二气 灌入苏宇体内 动 苏宇战力再度增强几分 天荒碎云首 感受到力量的增强 苏宇一脚剁碎虚空 一跃而起 猛地朝魔渊拍去一掌 能让我爆发出如此多的底牌 拿出你能爆发的全部战力 不然 本座马上打死你 我无敌 现在 你就算特么随意 也得死 这一刻 苏宇疯狂到让人害怕 比起别人 苏宇要更疯狂好战 战斗的感觉 让他有种肾上限速飙升的快感 特别是和势军力敌的对手战斗 那绝对是他最兴奋的事 其他时候 要么是碾压敌人 要么就是敌人太强打不过 眼下的魔渊 俨然是最佳的试炼人选 真身是准地级的巅峰强者 现在一缕分身 也是顶级的神皇镜初期强者 这种级别的对手 让苏宇感觉很爽 不过 以往藏了这么久的底牌 也都露得差不多了 但也值得 因为都太老了 这些底牌 一手藏着也无用 倒不如拿出来 占个痛快来得实在 哼 魔渊闻炼 一时忍不住冷哼一声 当真是狂妄 炎无敌 碰 魔渊身形一闪 接着来到苏宇进前 一拳打出 将虚空打得坍塌 形成一个小型黑洞 这世间 哪怕是大地 都不敢炎无敌 都不敢撑不办 魔渊喝道 尚且不说其他 你这尚未成长起来的天才 在巅峰强者眼中 也不过是 稍有天赋的蝼蚁罢了 若我本尊降临 捏死你 仅需一口气 轰隆 一拳接着一拳 不断打出 苏宇毫不示弱 也是挥出拳头与他对轰 实笑道 等你本尊降临再说 捏死我吧 你本尊降临能打死我 但是现在 我也能打死你 碰 苏宇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手接把魔渊脑袋 打成血雾爆开 魔渊瞬间恢复 脸上出现些许愈怒 找死 他一找劈下 但被苏宇轻松化解 奥丁 博尔森身上 没有一件合适的武器 就连恒星级的战兵都没有 让他空有修为 却无法施展 只能凭借自己的特殊性 在战斗 找死的是你吧 苏宇冷笑 光芒一闪 太须神剑出现 握住神剑 苏宇反手斩出一剑 哦 剑气割裂虚空 同时也割裂了时空 斩向魔渊 让他无法闪避 扑呲 准地战兵的锋芒 不是普通神兵所能比拟的 这一剑 饶视魔渊这种强者 也无法挡下来 只是一剑 便将他拦腰斩断 在剑气磨灭神魂意识的那一刻 魔渊意味深长地笑道 小子 放心 我们很快便会再见面的 你是躲不过去这一劫的 无法加入五等的人 都终将被毁灭 刷 又是一道璀璨的时光剑一爆发 苏语哈哈大笑道 那就等再见那一刻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将我抹杀吧 现在 该送你上路了 一剑横斩虚空 这一剑爆发的力量 哪怕是神皇进中期的强者来了 也得避让 小子 下次 你可就没这么好运了 准地之怒 你小子是挡不住的 花音落下 他的气息瞬间湮灭 连同奥丁 博尔森的身躯 一同化作积粉 吹散在太空中 战斗落幕 等了好一阵 经过大战摧残的宇宙虚空 也是逐渐恢复 很快便恢复如初 这场战斗 除了太阳系 有苏语的保护 没有被打至纪灭 周围上千光年外的星系 几乎全部毁灭 没有一座恒星系是完整的 从虚空中走出 回到蓝星范围 在见到众人时 大部分人眼中 都有着不解之色 看见他们这个眼神 苏语竟是愣了一下 接着问道 你们看着我干什么 站在前方的 那群碧云天神王天骄 犹豫了片刻后 有人不禁问道 丙哥 你知道你刚刚打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苏语道 在我们眼里 你 你在和一个神明打架啊 说到这里 有人眼神都在震战和惊惧 那是神明啊 光芒璀璨 耀扬当天 神圣无比 在他们眼里 与苏语战斗的魔冤 无比伟岸 让人心声敬畏和尊崇 然而 一开始正常的苏语 到了后面 却变得无比诡异起来 周身魔气缭绕 让人不敢手势 透着邪恶的感觉 这一刻 在场数千人里 有不少人眼中 都浮现出了些许犹豫 那是对苏语的犹豫 对于众人的变化 苏语尽收眼底 自然能够发现 他们眼中的情绪变化 然而 苏语皱着眉头刚想说话时 却是突然瞥见 武叔公朝自己微微摇了摇头 见状 苏语也不再继续说话 神色瞬间变得淡然起来 好似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般 先回去吧 是 接着 一群强者 纷纷朝蓝星下方飞去 等回到蓝星之后 苏家院子内 苏语和武叔公 苏浪 叶晨 方婷等人 一同进入密室之中 众人落座后 武叔公缓缓开口道 阿语 接下来 准备好离开吧 武叔公开门见山 首接说出此话 对于武叔公的话 其他人也没有意见 附和道 少主 一起离开吧 这里不会容得吓我们了 经过刚刚那一幕 他们能够明显发现众人的变化 特别是当那股诡异气息 升空笼罩整个太阳系时 他们才惊骇发现 一件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 除了裂风和风目 以及奇云星 还有青莲行星的人外 其他人族的经脉 都有数条不同 与他们相比 完全是异类的存在 而且 除了他们这些 经过在悟道树下 武道修炼 体内经脉完全打通的人外 其他人眼里 苏语当时都是邪恶的 那诡异的气息 则是无比神圣伟案 好似神明 所以 只有一个可能 要么 他们是正常的 要么就是 自己不正常 可无论哪一点 他们都不会否定苏语 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 该走了 这个银河星系扫屏 让其他人族称王吧 我们 必须得走了 人心已经有变化了 他们在回到蓝星时 也是释放了神识 扫描整个星球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 除了加入千年的人族外 后面的人族 都有是他们 为异类的眼神 苏语久久不曾言语 许久后 他才抬起头 道 好 接下来 我来安排 因为某些原因 一旦那种诡异现实 我们这些在悟道术 庇护下生存的人 都成了邪恶之人 我们 在整个宇宙中 再无立足之地 说到这 苏语停顿了一下 接着眼眸中 亮起一抹锋芒 和浓郁到极点的杀意 但是 在离开之前 我还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 苏语缓缓抬眸 眼中闪过一抹璀璨光滑 我 要做一次银河之王的宝座 只需一秒 因为 这也是最大的一个主角机缘 商议结束后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整个蓝星的人族军队 倾巢而出 银河联邦 己无神王作证 现在的万族 就像是砧板上带宰的猪一般 静静等待人族的宰杀 从太阳系周边 恒星系开始围杀 鲜血几乎将整个银河星系染红 这些天 苏语就盘坐在悟道树下 悟道缺失 经脉闭塞 悟道树下 苏语在脑海中 覆盘着与魔渊战斗时的景象 魔 神圣 到底其中的关联在哪里 一页账目的效果吗 苏语也曾阅读过 许多前世的文学巨著 知晓很多种手段 能让人看到不一样的 比如 有些人不受幻觉影响 能够看到美艳女子的真实面目 其实是一张腐烂生去的烂肉脸 但在被遮蔽住眼睛的人眼里 那是世间最为妖娆妩媚的女子 是仙女一般的存在 可 真的是幻觉吗 还是说 他们这些人 因为打通了某些 看透了某种本质 又或者说 自己是吸收了过多的神魔之气 导致被魔主倒大半的意志 因为 在魔眼里 神也是邪恶的 谁是魔 谁又是神 这种定义谁又能知晓 唯有圣者 唯有最大的赢家 才能被称为神圣 因为那些称他们为魔的人 是极少数的存在 他们的声音 自然就成了异类 他们 自然而然成了魔 苏语神魂进入体内世界 望着眼前鸟语花香 太阳明媚 万里无云的体内世界 他久久不语 或许 我真的是魔吧 许久 苏语焕散的眼神渐渐凝聚 一道锋芒从双眼射出 刹那间 整个世界风云变幻 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 瞬间被乌云笼罩 电闪雷鸣 魔气肆虐 一抹神光流转过后 这片世界再度变幻 那是一个充满宁静 生机勃勃 令人向往的仙境世界 一念神魔 仙魔铜铁 苏语的神魂之躯 缓缓腾空而起 渐渐地 拔高到千里 从千里高空俯看着大地 这一片世界 都是他创造出来的 从混沌的虚无 一手到现在 这般适合创造生命的环境 这是他打下来的无上根基 那是无敌的象征 哪怕是大地 甚至是真龙的体内世界 也不如苏语这般庞大 这只是神王境初期 打磨出来的事件 在无尽的混沌中 还有着很大一片区域 等待苏语梳理出来 按照如今这种进度 苏语进入九退神王境界后 这体内世界 将会扩大到亿万里 是十位大地的总和 甚至可以以九退神王巅峰 逆斩神皇境后期 无论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如何 只要是站在我对立面的 那即便是整个宇宙 也终将是我的敌人 苏语深深吸了口气 谋中锋芒毕露 令人畏惧 他才不在乎所谓的神与魔 他只知道 若这世界都容不下他 那他便成为这个宇宙的梦魇 系统 这时苏语忽然喊道 下一秒 在体内世界中 系统在苏语面前 展开一块虚拟面板 上面陈列着的 是苏语如今的真实数据 宿主 苏语 修为 神王境初期 30100 祝 一境界提升卡 提升十点修为 神之力 六千万点 一点神之力 等于一百万气血值 熟练掌控度 百分之一百 神魂 天境后期 反派值 928789210 系统商城 点击开启 功法五级修炼兰 他画自在天魔经 金身九断法 断魂经 神像镇玉境 清帝轮回拳 岁月刀法 截天指 九节天刚剑法 本源吞噬法 大虚空法 天荒碎云首 道具 天贤情 炼魂狐 境界提升卡星号十四 天赋 魔灵 仙魔真身 当前任务进度 掌控银河星系 98% 主线任务 成为君灵诸天的天命反派 任务进度 四九百分号 一百百分号 粗略扫了一眼自身数据后 苏语便不再关注 六千万点的神之力 足以和神王境后期的强者一战了 神魂力量 也来到了天静后期 天静神魂 那是唯有九退神王境巅峰才能拥有的 只要再往前一步 苏语的神魂便可以进入仙境 只要进入仙境 便可抗衡一定的时光干扰 仙境灵魂 那是神皇专属 仙境后期和巅峰 更是准地的神魂等级 至于大帝和某些极其强悍的准地 他们的灵魂则是超越了仙境 来到了地境神魂 这种级别的神魂 哪怕是大帝也很难磨面 准地巅峰的强者 若是能拥有地境神魂 那么凭借地境灵魂的特殊性 它甚至能够和大帝叫板 打开系统商城 正在打开 随着系统商城展开 映入眼帘的 便是置顶在最上方的那一篇功法 万古为我 苏语毫不犹豫地点击购买 定 万古为我购买成功 反派值5亿 购买完毕后 万古为我便消失在系统商城之中 紧接着 苏语脑海里 一股庞大道几乎足以让 一台最精密的计算机都崩溃的海量数据 一股脑灌入它大脑之中 不修过去 不忘未来 维修当下 五品吉功法 修炼后 可跳出时间长河 在这条时间长河之中 不会再有宿主之身影 哪怕是大地 也无法跨越长河击杀过去 即将万古为我放入自动修炼栏 预计入门时间 10年3月29天13时25分 宿主同修时间缩短至三年 在苏语突破神王境后 自动修炼栏的修炼速度 已经跟不上它的 也就是说 系统并不是超越此方宇宙的存在 它也有上限值 不过 苏语现在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修炼要紧 让修炼栏自动修炼需要10年 他自己一个人来 则只需要5年 那就开始修炼吧 苏语退出体内世界 神魂回归主体肉身 接着 苏语一跃来到悟道树顶部盘坐下来 从今天起 三年内 悟道树一公里范围 将不再允许任何人进入 话音当落 一道结界便是瞬间展开 将悟道树彻底隔绝 一众强者见状 心思微动 这是 怎么了 接下来的一两年时间里 悟道树关闭 悟道树所散发出的神性特性 也被隔绝了 当然 现在的他们 也没有时间修炼 毕竟 清理银河星系 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银河各地到处流血 啊 人族的各位大人们 我们知道错了 当年也是先辈们被蛊惑了 才会犯下如此大错呀 我们是无辜的 哭喊声 求饶声 咒骂声络绎不绝 但这都无法影响人族的内心 当然 仅限蓝星的人族 以及那些真心融合 进入蓝星的人族 要知道 任何时候 无论哪个种族 都不缺圣母 人族亦是如此 经历过几年的杀伐灭族暴星 有些一手隐藏的 被保护得很好的人族 则开始变得不忍起来 因为在他们看来 万族残暴 也是以往推翻统治时才有的 后面他们没有经历过 然而 这些圣母们的声音 并没有被呵斥 蓝星强者们当作不知道 任由他们在其中发展 随着一颗颗星球被打爆 这些圣母言论 也愈发多了起来 为什么要灭全族啊 就是啊 就算真的有罪 杀了那些碎星径就好了 为什么要把一个种族灭绝 搞不懂 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全都杀干净了 那未来银河系 还有别的种族吗 你不知道吧 这些强者之所以这么试杀 好像是因为他们是 嘘 你不想活了 对于这些声音 那些被明令禁止参与讨论的 蓝星人族强者们 则是冷眼旁观 当年若不是他们出手 提前将他们转移走 现在的这些 至少有大半都会是奴隶 果然没有经历过鲜血洗礼的人 就是容易圣母 比起这些弱者 那些星球的人族守护者 则要理智许多 他们深知当年的圣母危害 有多严重 不过 他们也没有去制止自家族人说话 在他们潜意识中 蓝星的人族 可能真的和他们不一样 所以 等清理干净这些万族后 各自独立 他们也不用再和蓝星亲近了 只是 那棵悟道树可惜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 很快 马上就要到三年之期了 这三年间 对蓝星人族不满的情绪 愈发高涨起来 轰隆 三年后 蓝星龙国京都 苏家大院内的那面结界 轰然消失 悟道树再度显现 随着悟道树的出现 众人也是再度感应到苏语的气息 不过 当那些天骄感应到苏语的气息时 也是扼然了一瞬 神王近中期 从苏语突破到现在 还不到35年的时间啊 眼下竟然是来到了中期 这速度减守 令人骇然 轰隆隆 就在同一时间 蓝星外的太空 被突然出现的 劫云魔雷笼罩 这是 神王劫 有人惊恶发现 这竟然是神王劫云 而且 一次性竟是出现了两团 哈 叶涛 这次还是我比你快一点 这时 爽朗的笑声忽然间响起 紧接着 一道裹挟人黄之气的身影 从地面冲天起 同时 还有着一个手持水晶大叔 身穿白袍 浑身透着儒雅气息的中年 紧随其后 我一个读书人 向来不喜争先后 稳就可以 儒雅中年夜涛 瞥了一眼苏龙 而后冷笑道 别忘了 你当年被我打过 苏龙文言笑容一致 接着道 我现在比你强 信不信我等会按着你打 夜涛面色平静 你老子也被我打过 等会我就捶死你 苏龙顿时绷不住了 你和你老子都被我捶过 夜涛面无表情地道 苏龙 来啊 老子和你同归于计 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丝毫没有给上方的神王 雷杰半点面子 至于其他人见到这一幕 也是愣了又愣 哪怕是苏龙 都是有一瞬间的愕然 唯独那些一手在蓝星的强者们 见怪不怪了 自从异族危机消灭 蓝星也被苏龙保护好后 这两人便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 按他们的话来说就是 重温以往 有助提升心境 两人在扭打的过程中 以一种极为轻松的姿态 突破了神王境 体内世界出城 便是跨度 长达百万里的存在 根基之吻 让人艳羡 出城世界百万里 完善后 到突破神皇时 必定能破千万里 也就是真正的大帝之姿 这种情况 也是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 至少 那群天骄则很艳羡 不过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更让他们艳羡的事情 还在后头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 严青瑶率先破神王境 世界出城三百万里 让人惊叹连连 而后世炎荒 世界出城 同样是三百万里 接着是叶晨 方婷 两人同样是三百万里 没有一个人差 这些气韵之子 和男二的体内世界 全都堪比上古神末 然而 在场唯一一个 便是苏浪 他是最后主角团中 最后一位突破的 只是 当他突破之后 却是以一种 众人从未见过的姿态突破的 体内世界 被他拔高到五百万里 而且 他召唤出五道精神之时 更是有着一种 全新的突破意向 在他的丹田中 一朵大道之花绽放 两颗象征着日月的种子 缓缓升起 最终落入体内世界 成了日月 甚至在完成突破后 还引发了上古梵音宋主 十一年日月 静天骄 天地宋主 赠宇宙本元气万缕 随着梵音和上古文字消失 虚空中 一道道宇宙本元气 从中钻出 尽数钻入苏浪丹田之中 这种变故 让得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惊掉了下巴 隔了时 十一年才出现的境界天才 日月静 这一刻 无数人都震惊了 这竟然是个十一年的天骄 然而 唯独苏浪 却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本以为这个境界 是我独创的 结果 特么 是有人走过了 万缕本元气入体 苏浪的五道境界 瞬间拔高 就像是将一头猪 扔进修炼仓 接受资源业洗礼一般 那五道境界 瞬间破入神王境后期 让人眼珠子 都差点瞪出来了 这逼装的 手机让苏浪 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的装逼值 当所有人都突破完成之后 在悟到树顶盘坐的苏宇 缓缓睁开眼睛 接着他显化在蓝星各处 看到苏宇出现 众人也都将目光看向了他 在他们期待的目光下 苏宇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缓缓道 出发吧 前往银河星系中心 这片星系 该换人了 银河星系 如今几经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那些 基本上都损失了碎星镜镇守 彻底沦为低等星球 只有少部分 没有购买人族奴隶 也对人族无恶意的星球 才得以避免 铁鞋的手段镇压 让整个银河星系 都陷入恐慌之中 毕竟这次流的血太多了 以十万亿计的生灵 死在大清洗中 蓝星外 无数艘飞船 悬停在太空中 数千亿人族都挤进登船 当然 除了蓝星 以及青莲行星的人族外 其他绝大部分 都挤进在飞船之中 这些都是开会后 他们自主决定的 为了减轻蓝星负担 自愿前往其他星球发展 嗯 更多的可能 还是这些人 想避免和蓝星接触过多 对于这一切 高层都选择了默许 苏宇不在意 其他人自然也不会在意 反正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族 他们的死活 真与苏宇他们无关 苏宇也不会去干涉 那些圣母和危险言论 之所以没被肃清 那是他不详理 反正 也就这最后一次见了 太空中 苏宇屹立在茫茫宇宙 扫视一眼这些飞船 缓缓道 今日 人族重回银河巅峰 都出发吧 是 刹那间 一艘艘飞船 钻入空间节点当中 通过空间节点跳转 速度能够快上不少 不过 即便如此 去往银河星系中心 也要不少时间 王级飞船阳神号内 所有蓝星人族的高层 都在这里 包括蜂墓和裂峰 以及天狼族的一些 高等碎星镜长老们 少主 人几经全部安排妥当了 蜂墓微微躬身 道 蜂墓本身也属于华族 自从来到蓝星后 便和武术公苏战渊等 一起掌管安排蓝星的发展 自身战力 如今也几经来到百星巅峰 只差一步 就能入王境 苏龙看了一眼蜂墓 而后看向苏宇 沉声道 想好接下来要去哪里了吗 我们蓝星上自己的人口 已经破千亿了 虽然蓝星规模扩大了十倍 但还是太拥挤 叶涛拿出光脑 统计了一下数据 缓缓道 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地方安置 否则我们自己人也会不满足的 虽然蓝星人族都很弃心 不过 不能活动的话 日积月累下 也会有一些怨言 苏宇轻轻汗手 道 宇宙四百亿光年 哪里都能去 若是没有地方容纳我们 那就去异域吧 异域 听到这两个字 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 跟宇宙接轨后 他们自然知道 异域代表着什么 那是邪恶的代名词 宇宙从十一年前开始 就在和异域战斗了 那时候的异域 强大到离谱 甚至差点灭了整个宇宙 那一次 也叫黑暗动乱 看到众人沉默 苏宇也是笑着道 我几经见过所谓的邪魔了 他们和我们一样 一样是人类形态 而且 经脉和我们无异 是我们 不是其他那些人 是我们这些 被误导书净染了千年的人 说到这 苏宇顿了一下 而后道 当然 若有人不愿意跟随 也不必阻拦 任由他们离开便可 我不会在乎 苏宇从不在乎什么 他只在意的是 真正愿意跟随自己的人 至于其他的 是死是活 与他合肝 众人闻言 顿时笑了起来 道 去哪都一样 只要有地方落脚就可以 画本里的反派 不都是这样吗 站在全世界对立面 真没想到 我们有一天也是反派 若不是少主 我们清廉早就灭了 如今能活出这般风采 也够本了 清廉人族 我几经调研过了 愿意跟随少主流浪的意愿 是百分之一百 不愿意的 都几经退出清廉人族身份了 哈哈 呵呵 天狼族也一样 我泰坦族一样无惧 我玄秘人族也一样 众人语气轻松欢快 对很多人而言 早在千年前 他们都该灭亡了 能够撑到现在 几经是赚了 至于未来 那都不重要了 大不了未来不要了 反正宇宙人族繁多 少了他们一样 能赚 苏宇见他们如此 脸上的笑容 也愈发灿烂起来 哈哈 那就好 说着 他又看向方婷等人 道 还记得刚到域外战场那年 我怎么和你们说的吗 方婷文言一正 接着笑道 忘不了 未来让鲜血染红猪天 恶名能让小儿只提 我还以为 少主你忘了吗 没想到 现在才开始啊 说着 方婷拿出一把大刀 喃喃道 我们可从来没忘啊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事 饶氏到了现在 也是历历在目 时间过得好快 眨眼间 千年时间过去 那时的自己 还只是个依靠苏家资助 才独上军校逆天改命的平民 如今 也是能够称霸一方心系的霸主了 在这一船上的数百人 可都是最佳资质的天骄 也是未来最强的一批人 苏宇看着自己打造的班底 不禁笑了起来 接着身形消失在船舱内 来到太空外 那些装满其他人族的飞船 早起飞走 如今 只剩下孤零零的阳神号 而在蓝星上 上千亿愿意跟随苏宇的人族 和其他种族都再次等待 哄 下一刻 苏宇焕出体内世界 虚影无限扩大 最终幻化成三千万里的极限大小 三千万里 这个面积便代表着苏宇 来到了神王境初期巅峰 仅差一步 便可破入中期 三千万里的体内世界 将蓝星笼罩其中 苏宇脸色变得凝重 接着大喝道 入 世界虚影大放异彩 而后包裹着蓝星 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片刻后 星球渐渐变得虚幻 守到一天后 彻底融入苏宇体内世界 轰隆 随着世界虚影消散 蓝星也从原本的轨道中 消失不见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消耗大半灵力做完这些 苏宇便回到阳神号中 随着飞船启动 进入超光速飞行 阳神号彻底离开太阳系 再见了 五年后 银河联邦中心 所有残存万族 都几经聚集在此处 没有一个种族缺席 因为不敢 神王大军压境 他们又哪里敢造次 皇宫外 乌泱泱一片万族强者 依次站立在两侧 还有一小时 人族的大军就要降临了 也不知还会不会来一次大清洗 有人低声叹了口气 小声道 这次死太多人了 17536个种族 被屠戮的只剩不到1万 噓 还是别讨论这些吧 除了我们这些 没有对人族作恶的没死人 其他种族都死了顶级强者 现在银河星系万族之中 最高的也不过80星 这是因为 这些种族没有针对人族 所以才得以保留 其他那些拥有90星的大族 基本上死得连碎星晶都没几个 不复以往巅峰 不过 此次银河联邦也将迎来巅峰 当然 也有人十分振奋 这次银河联邦出了这么多神王 未来定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 得到上面的资源倾斜 说不定银河星系将会超越氛围星系 这才是让他们振奋的 他们这些中立成功 站队成功的种族将会因此受益 在所有人各怀心思的时候 阵阵轰鸣声响起 所有万族强者抬头望去 便是见到远处的星空 一艘艘飞船从空间节点飞出 而后稳稳停在太空港 哄 随着飞船舱门打开 一位位碎星晶不断飞出 近万名碎星晶出现后 先后站在一旁等候 看见这一幕 那些万族强者大气都不敢喘 这种压迫感太过强大 这些人族身上的威压 每一位都比他们要强不少 百星碎星晶数位 九十星碎星晶也有着数十 更重要的是 那高等碎星晶足足有数千 每一个人脸上神色肃目无比 身着盔甲 手持长枪 好似神明镜位一般 咚 就在所有人列队整齐之后 一艘庞大的王级飞船 从空间节点中钻出 而后停留在人群面前 舱门打开后 率先下来的是 蜂目等一众百星碎星晶 和九十星的强者 他们一时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随后从飞船上下来的 每一个身上的气息 都让万族强者们呼吸凝致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因为 这些都是神王晶 每一位身上所携带的威压 都让这片屹立在黑洞外的 联邦中心世界有些发颤 他们每走一步 空间便会出现一些黑色的裂隙 饶饰这片 能够承受黑洞撕扯的世界 都无法承受神王的力量 一位 两位 三位 有人眼神目冷 正正出神 喃喃地数着上面走出来的神王 苏浪 夜晨 方婷 炎荒 炎青瑶 灵奇 六位神王天骄 分别站在左右两侧 他们覆手而立 神色平静 就这么站在那里 都让整个联邦中心的生灵 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迫感 在这股压迫感下 他们甚至感觉自己的生命 都被无形的大手遏制 太强了 这种压迫感太强了 完全不是百星巅峰的碎星晶 所能抵你的 在这种威压下 就好像是让他们守面 一整座星系的那种渺小感一般 神王 那可是能够统一整座星系的绝世强者 一座星系最小也有上万光年 那是怎样的一种庞大 连光都得走上一万年啊 可神王却能统一如此庞大的领地范围 而且 神王全力出手 毁灭一座星系也不是难事 咔嚓 就在这时 一声脆响响起 哒哒哒 这道声音将所有人的心神拉了回来 紧接着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飞船上三道身影缓缓走了出来 苏语站在最中间的位置 苏龙和叶涛站在两侧 三人出现后 整座城的空气仿佛都变得凝固 就像是叶化一般 让人呼吸都觉得困难 呼 有人常常吐出一口气 眼底满是震撼 这种感觉 这就是神王的威压吗 咕噜 有人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口水 伴随着三人的脚步 在他们周身的空间也是不断崩裂 崩裂愈合 循环往复 一步步朝着皇宫走去 苏浪等人率先转身跟上 紧接着是人族的一众强者 而后才到万族 走进皇宫 这里关于雪神族的踪迹 早已被抹出干净 皇宫里里外外都被清洁了一遍 当然 这些都是万族的强者们 安排人做的 他们不敢赌 不敢赌新王的脾气是怎样的 若是在小誓上下文章 他们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踏入大殿 这座大殿背后 是由一块巨大的透明玻璃隔绝着的 在那身后 是那巨大无比的黑洞 黑洞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着强大的犀利 仿佛要将一切物质吞噬 王者坐镇在这里 饶是黑洞也无可奈何 咚咚咚 随着两侧的一仗队响起节奏声 登基仪式正式开始 那由雷格帝国赐下的王冠 被驻扎在银河星系的神王强者 双手捧着 神情严肃虽诚 他来到苏宇面前 郑重道 请新王代官 苏宇轻轻点头 而后来到宝座前坐下 那名神王强者将王冠轻轻放在苏宇头上 继而转身向所有人大声喝到 登基大典 开始 由帝国策封 银河星系掌控者 由雪神族更替为人族 银河星亡想有正常权益 受真无宇宙律法承认并保护 真无宇宙律法 是真无仙宗颁布的 管理武仙 北勉座长城的律法 真无仙宗领地内 接受律法管辖 若无律法承认 那便是无效的 即便杀了 也无处深渊 随着神王封号下来 那本真无仙宗律法宝典 也是散发出一阵微弱的荧光 这也代表着 苏宇的身份 受到了真无律法的认可 见状 所有人禁术半跪在地 眼神中泛着恭敬之色 恭迎新王登基 随着他们喊出这句话 那名雷德帝国的神王微微点头 贺道 献 赐银河新王封号 新王之名 苏宇 新王封号 羽王 人族分支银河华族 苏宇 为银河正统之王 轻辞 文言 苏宇谋中闪过一抹璀璨的光泽 缓缓起身 苏宇扫视下方众人以后 淡淡道 从今日起 本王即为银河之主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苏宇脑海中 也是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恭喜宿主 成功完成主线任务 掌控银河星系 恭喜宿主 掠夺天命之子 处风机缘 恭喜宿主主线任务 进度过半 恭喜宿主 获得奖励 奖励正在结算 恭喜宿主获得奖励 反派之家 三五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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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天荒级 无相天宫 六道轮回 境界提升卡加石 麒麟不死要 神皇战力体验卡 星号一 天荒级 上古地兵 己身由龙文先经著成 即到地兵品质 上古大荒五帝锁链而成 无相天宫 功法为五帝品级 有无相大帝所创 无相无形 万象森罗 修炼此法 时间长和也无法记载 可送六道生灵入轮回路 品级 未知 麒麟不死要 地药 可助大帝活出第二世 亦可复活大帝 无相宝要 世间难寻其二 在黑暗动乱时期几绝技 现为幼年形态 神皇战力体验卡 使用后可体验24小时完美神皇战力 请谨慎使用 听见脑海系统的提示 苏语谋中光芒大圣 地兵 地极功法 地药 三种奖励 全都是大帝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尤其是麒麟不死药 这种逆天的宝药 甚至能让大帝疯狂 大帝寿源 何其漫长 若不是后面的大帝 都会在亿万年后神秘消失 它们的生命 甚至能延续至十亿年 君临宇宙十亿年岁元 有一株麒麟不死药 也就相当于多了十亿年寿源 这种级别的宝药 足以让世间疯狂 其中对大帝有战力加持的 无疑是集到地兵 有地兵的大帝 和没地兵的差距十分巨大 甚至能做到 斩杀没有地兵的大帝的程度 苏宇深深吸了口气 将所有东西都放入系统背包中 那株麒麟不死药 则被他移植进入体内世界的 蓝星苏家大院之中 栽种在物道树旁 因为麒麟不死药这种级别的宝药 几经不怎么需要吸收灵气修炼了 他甚至能够做到吞吐灵气 将它所在区域打造成修炼圣地 只要苏宇不断修炼 提升自己的武道境界 那么体内世界的环境 也会不停改善 守到最后 彻底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 当然 这个世界仍然依托在此方宇宙 相当于是在一个圆形球体中 住出一个小洞 在里面安家 如此一来 我便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苏宇深深吸了口气 紧绷着的神经 也是悄然松开些许 有了几道地兵和超品级的功法 再加上神皇战力体验卡 基本上从一般准地手中 逃脱不成问题 除非 是像青年圣主那般强悍的人物出手 不然 就算是六重天准地 也无法将他拦住 完美的神皇战力 足够让他逆天挑战准地 就算斩杀不了准地 想要逃走 也不会太过困难 至少 一路杀至地关 没有丝毫问题 他想顿走的底牌有很多 只要使用破咒服 就算是青年圣主级别的准地 也无法拦住 甚至大帝出手 也难以将他留下 思绪从系统中退了回来 苏宇心头也是 少了些许压力 羽王 请接王者大应 雷格帝国那名神王脸带笑容 虽然他是神王境巅峰的使者 可面对苏宇 他也不敢摆什么架子 毕竟他 可是此代碧云天第一天交 而且 还是无数年来 除了真武大帝外 第一位被圣主召见的人 种种迹象都在说明 苏宇未来必定会成为一方大能 甚至是准地 虽然苏宇现如今的修为不如他 可莫说是他 即便是雷格帝国的皇帝来了 也得亲自接见苏宇 更何况 皇帝陛下对苏宇 也是极其友善的呀 苏宇笑着微微点头 而后伸手接过王者大印 这一枚大印 象征着他的正统身份 也是受真武宇宙 律法保护的合法王者 见苏宇获得王者大印 大殿下方的人族强者和万族 全都单膝跪地 公声喊道 见过羽王 声音震动云霄 传遍整个联邦中心 封王大典更是通过新网 传播到银行星系的每个角落 让银河星系的公民 全都看清了新王的样子 再看到这一群王者都站在他身后 那群被灭了碎星镜高层的种族们 不由搭拉着脑袋 垂头丧气 一脸绝望 如今 整个银河星系独胜人族 一家独大 两位数的神王 这如何能比 而且 他们以往对人族 那都是赶尽杀绝 饶是这样 也没有阻挡人族崛起的脚步 现在他们崛起了 他们也没有清算 他们灭族 光是这点 幸存下来的人都该为此庆幸 比起这些万族的心思 那些人族 则是心思各异 若是没有看到 苏宇和摩渊的战斗 他们也会誓死 效忠星王 效忠蓝星人族 可 自从见到苏宇一身邪恶之气 与那宛如神明一般的人战斗后 他们便动摇了 自己 遇到的 真的是没有问题的人族吗 他们都是强者 自然明白 什么是幻境 什么是错觉 到了这个地步 就算是准地施斩幻术 也无法让人的本心守绝出错 也就是说 他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蓝星人族 真的有问题 不过他们不敢表露出来 因为他们是蓝星人族救下来的 但后面少来往就好了 各自去镇守边疆即可 免礼 苏宇缓缓汗手 轻声道 众人起身站在两旁 接着 苏宇看向一旁的叶涛 后者顿时会议 站出来道 即日起 我会将教化之道剥离出来 不再想人族信仰之力 众人文言皆是一惊 随之恶然无比 这可是叶涛称王的关键大道啊 他都容到了 竟然还要剥裂 一时间 下方的人族 全都震惊到了 但随后 苏龙也是向前一步 淡淡道 从今天起 人黄金我不会再保有 这是人黄的东西 我会退出此道 不再担任 哄 这一则消息手接 让所有人都梦了 大脑一片空白 他们这是怎么了 然而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苏龙和叶涛两人同时 将大道显化 接着生生将大道剥离出来 大道被剥离的瞬间 他们二人的气息 也是瞬间跌落至百星王者 脸色苍白一片 松开大道 让大道隐去 随后苏龙抛出人黄金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那本记载着人黄金的古朴大书 就这么被他扔在大殿之上 就像是扔拉机似的 叶涛没有动作 因为 教化之道是他走出来的 功法 是他创造完善的 他才不会将自己的知识成就留下 苏龙之所以留下人黄金 是因为人黄金是薛元黄留下的 与他们无关 人黄 有些老人于心不忍 想要开口劝说 不过 不等他说话 宝座之上的苏宇 一时站起身 本王卸任银河之王职位 我蓝星人族将不再留在银河星系 各位 请自行决出星王吧 此言一出 整个银河星系 都是陷入一片死寂当中 变 变天了 苏宇瞥了一眼下方一脸呆滞的众人 随后将象征着银河之主的王者大印 扔到下方一名九十星的人族强者手中 苏宇淡淡道 自始至终 我们蓝星人族也没有太多想法 千年前成了些许人黄传承的恩情 如今替他拿回银河星系 这份英国也就还完了 这银河本座和蓝星就不染指了 文言 那群人族强者脸色不停变换 这次竟是有了些许难看 他们没有说话 而是默默将目光转向一旁的蜂墓 蜂墓是之前人族的先锋军团长 如今战力也是半部神王级别的存在 很大概率能在百年内误导 若是有他坐镇 其他人也能服众 然而 蜂墓却是对此事而不见 声音平静无比 我跟蓝星华族同处一脉 当年守护人族几经付出的够多了 如今就算了 作为从万年前大便遗留下来的强者 在看到如今人族的表现时 他确实心寒 守护了这么久 最后竟是也不信任他们 那就算了吧 人族太多了 在整个宇宙中死了他们这一批 那也没有丝毫影响 万族万年里 涂入了多少人族 他们丝毫不去想 只是一味地想着 他们灭了多少种族 杀了多少强者 竟是对他们都有些怨言 这种情况 他可不想继续护卫一群圣武 当年薛元皇的惨案 还没经历够吗 封目的一番话 让众人无言以对 没办法反驳 苏语起身后 对着那名雷格帝国的神王强者点点头 笑道 有劳了 我们即刻返航雷格帝国吧 身份信息都注销了吧 那位神王点了点头 道 刚刚注销成功 如今你们是无身份的流浪人士 那就好 说吧 苏语一步步走下宝座 路过众人时 没有丝毫在意他们的目光 那些人族碎星镜强者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但却说不出口 又或者说 他们也不是很想挽留 毕竟 谁也不想和邪魔扯上什么关系 等到苏语走下台后 那名神王扫视一眼全场 但莫道 银河星系无神王 进入倒计时阶段 万年时间为基准 若无神王出现 银河星系所有智慧生灵 自动注销身份信息 之后沦为无主之地 不受律法保护 守到有新神王尚未为止 刷 花音落下 所有强者身影 消失在大殿内 刹那间 整个大殿寂静无比 苏语走了 所有神王镜都走了 带走了所有高端强者 他们看向地上的人黄金 一时间陷入了无言 不过很快 他们又反应过来 胡老 在场就胜您的实力最强了 这临时王位 就由您做吧 人黄金也修炼上吧 有我们这么多人族 万年时间 应该能将您推上神王的 是啊胡老 少了他们蓝星人族 我们难道就掌握不了银河了吗 怀柔策略 万族理应愿意奉我等为主的 毕竟在大清洗时 是我们给他们留了一命 不然 他们就得整个种族被清算了 有人不断劝说 最终 那位九十星的碎星敬强者 捡起人黄金 而后点头道 好 虽然不可否认蓝星很强 可他们还不是照样 要拉拢他们去蓝星 为苏龙和叶涛 提供信仰之力 他们能行 自己也一样行 在一群人族 碎星敬强者的簇拥下 胡信九十星碎星强者 走上宝座坐下 他们设想的那般 万族这边 则是有不少闪动的目光 蓝星的神王 都注销了身份信息 那这片天下 他们岂不是也能和雪神族一般 幻想一下王座了 各族心怀鬼胎 心照不宣地恭维了一番 皇宫之外 苏语带着一群神王 敬强者走了出来 外面早起被围的水泄不通 不过 在看到苏语等人出来后 每个人都不自觉地让开了脚步 这群王者的威亚 可不是开玩笑的 外界 那群被带来此地的人族群众 也是对着苏语他们窃窃私语 私下相互传音 有人说他们傻 有人说 他们是受不了流言蜚语 才选择逃走 唯有少部分替他们可惜 这些人当真是吃太饱 被保护得太好了 完全忘了 神王是他们不可议论的存在 显然他们是太久不见威亚 渐渐变得有些飘了 他们终于走了 果然是做贼心虚 当了个窃贼 窃取我们的信仰之力 才晋升神王的 是啊 蓝星人族果然是一群怪胎 难怪无数年来都没人发现他们 一看就有不对劲 他们竟然敢对神明不敬 自身也是邪性无比 显然是修炼了某些魔工 你们少说一些 别这样说 他们好歹也救了我们 救 就算没有他们 我们老祖也是85星的强者 万族也很难打过来吧 哼 他们不就是想吸收我们的信仰之力吗 亏我之前还相信他们 现在看来 我是真傻 就是 当初雪神族神王降临时 都还说可以既往不救了 呸 这些风言风语越来越难听 虽然没有当面说是利用灵力传音 可神王强者何等强悍 这些人的悄悄话 又怎么可能听不见 其他人听到这番话时 心底或多事有些不爽 但也没有发作 然而 苏语却是丝毫不用顾及这些人的想法 哼 苏语身上猛地爆发神王威压 威压之强 手接把西周空间压得坍塌破碎 破 只是瞬间 那些说风言风语的人族 便是被压成血物爆体王 上百万人族手接被压成肉末 鲜血横流一地 看到这一幕后 其他人也是面露惊恐 一个个疯狂退后 不再围观 更是有些人吓得闭上了嘴 生怕下一秒被压死的是自己 苏语目光扫尸一眼后 声音充满了森然的杀意 本座退位 不代表本座脾气好 本座只是懒得和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楼以计较 敢在背后议论本座行事 那便去死吧 再让我听见一句废话 这座星系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说到这里 苏语看向一旁的雷阁帝国神王 秘卓眼道 帝国方面可有意义吗 被苏语这般注视 那名神王脸色微变 敢笑道 陛下让五满族羽王的一切要求 开玩笑 一座星系罢了 灭了之后 大把多逃亡的人会把这里重新挤满的 惹怒了苏语 他可吃不消 苏语点点头 而后看向这群人族和万族 一掌猛地拍下 既然这样 那你们就都去死吧 哼 苏语一掌拍下 不留任何情面 他从来不是一个心善的人 对这些带自己有敌意的人 他从来都是守接杀了便可 人族 哼 那又不是不能杀 蓝星人族才是人族 才是真正愿意追随他的自己人 这些 在他眼中 与外星人又有合意 这一掌下 千万人当场死亡 没有任何意外 看着他们一个个疯狂而逃 苏语冷眼一扫 嘴角擒着一丝冷笑和不屑 真是一群垃圾 真以为没有自己 他们还能活得像此刻一样滋润 一群废物 苏语轻描淡写的道 话落 苏语在一群人敬畏和惊惧的注视下 缓缓登上跨星域飞船 在那上面 一群神王天骄正静静等在那里 看见这一幕 他们并不意外 因为这些人的嘴是真的臭啊 好了 回避云天吧 苏语等人登上飞船后 飞船舱门缓缓关闭 等到飞出联邦中心后 皇宫内的碎星静门才敢走出来 一个个脸色铁青 但又不敢有丝毫怨言 反倒是那群万族 一个个幸灾乐祸了起来 这次 他们万族竟然一个人没死 看来这些被神王放弃的人族 当真是不知好歹啊 这打脸的一幕 自然让全星系的生灵都看见了 每个人的神色都是十分怪异 禀哥 回到圣地后 你打算闭关还是 飞船上 有天骄问道 苏语瞥了一眼 说道 前往真武仙宗了 他不会在碧云天耽误太久的时间 如今保命的底牌都有了 他自然要去 将能捞的机缘都捞走 真武仙宗 是必须要去迁到打卡的 哦哦 一群神王近天骄 一脸向往地看着他 真武仙宗啊 那才是真正的庞然大物 哪怕整个宇宙加在一起 也无法撼动三大仙宗的地位 因为那是有大地镇压的地方 你们所有人都死了 仙宗也能熬到新一批的轮回 能进入真武仙宗 未来必成神皇 甚至准地也能遥望一下 比起他们的向往 苏语倒是在内心暗叹 真武仙宗 此心不会太平静 至少 魔冤的话让他很不安 这个世界的准地 到底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创造新宇宙 真是越来越复杂了呀 苏语捏着眉心 有些头疼 虽然前路有未知的风险 和陨落的危机 不过 他也不会惧怕 既然选择了五道这一条道 那就必须要走下去 守到最高峰 能够以一己之力 硬撼整个宇宙为止 若是这个世界 真的容不下自己一个魔 那就让这世界的魔 都成神灵 神魔之争 从来是圣者定义的存在 在魔眼中 神圣的力量也是 令他们恶心不及 所以 谁是魔谁是神 该如何定义 全靠自己 跨星域飞船 在资源足够的情况下 进行全功率飞行 仅需三十年 便可从银河星系 回到雷格帝国所在区域 在这期间 所有人都在闭关静静修炼 以苏宇为首的主角团们 更是不敢懈怠分毫 不断努力修炼 就为了能够追上苏宇步伐 与他一同作战 三十年的时间 转瞬即逝 当飞船回到雷格帝国皇城后 穆不凡也是第一时间出现 看到苏宇后 穆不凡这次并没有多少效益 他拦下苏宇 神色肃穆地看着后者 缓缓道 小家伙 碧云天走完了 你该去真武先宗了吧 不出意外 应该是要去了 苏宇点点头 目不凡探道 此行危险 希望你能逃走 说到这 他忽然顿了一下 接着道 当然 对你而言是危险 当年小君也是和你一样 在真武先宗 见到了不可言的一幕 之后 他便退了 而后便如你见到的这般 疯狂 嗯 他也有一对魔骨 上骨什么的腿骨 苏宇笑了笑 道 危险自然是有 但要说逃不出来 那就不对了 好了 陛下 我先走了 未来 若是有机会再见 目不凡一脸感慨地点头道 好好好 希望你还有未来 对苏宇这种身怀魔骨的人而言 祝他还有未来 便是最大的祝福 因为这个宇宙 魔骨就是禁忌 或者说是 不允许有身怀 神魔骨的人 是个天才 明明神魔骨 作为上古开天之后的 第一批先天神魔的专属物 他们的传承 不应该被人重视吗 为什么会被吉利抹除其存在呢 忽然 目不凡顿了一下 接着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个木质匣子 递给苏宇 郑重道 这是当年在异域战场上 捡到的东西 对你应该有些作用 保重吧 目不凡拍了拍他肩膀 而后消失在原地 苏宇手指妈撒匣子 微微一笑 这世上 还是好人多的 收起匣子 苏宇便是走向传送阵的方向 在缴纳了一定资源后 百余人一同被传送阵光芒笼罩 接着消失在原地 一天后 圣地碧云天 传送大殿内 伴随着光芒闪烁 苏宇等一众天骄 从传送阵走出 看到他们出现 负责看守大殿的长老 也是笑容 殷切地走了上来 对着苏宇呵呵手笑 道 大呼 呸 苏小友啊 处理完了 苏宇看着这位长老 搓手 笑得跟朵菊花似的 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处理好了 多谢长老通融 苏宇朝他拱了拱手 接着扔给老者 百片悟到树老叶 道 这是给长老带的 长老拿去泡泡茶喝 挺好的 见苏宇出手 就是百片悟到树老叶 长老眼睛都熟了 收起叶子笑呵呵地道 好好好 你快去吧 圣主在大殿等你呢 苏宇点了点头 带着苏浪等人 一同朝碧云仙殿飞去 看苏宇走后 那名长老笑容顿时一脸 变得十分严肃 喝道 看看 看什么看 耽误了这么多年 一点进步也没有 赶紧滚回去修炼 看着突然变脸的长老 一群天骄 也是委屈万分 凭什么丙哥 可以区别对待 我们不行 长老冷笑一声 拿出一片悟到树老叶晃了晃 道 人家交了辛苦费 你们有个地儿呢 赶紧滚蛋 听到这话 众人也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闷闷地吐槽两句后 被赶回了核心弟子的区域 发财了 发财了 还是大户出手扩闯 那长老傻乐乐地笑着 碰 就在这时 长老的脑袋猛地被捶了一下 剧痛瞬间让他清醒 哪个王八蛋敢打长老 长老愤怒抬头 吼道 但当看见出手的是大长老后 那嚣张的气焰顿时念了 大长老瞥了他一眼 道 东西呢 交出来 这是大户说给我泡茶喝的 长老紧了锦杵物件 一脸戒备地看着他 然而 大长老却是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看 片刻后 长老泄气了 垂头丧气地拿出三十片老叶 一脸不甘道 就这么多了 你爱要不要 大长老一把收走 然后悄然离去 临走时还留下这么一句话 这小子 真是一点都没想起我的好啊 居然不给我留点茶艳 下次非得给他敲一棍打晕 扔去喂鱼 碧云天内 被苏语杜劫破坏过的区域早已被修复 如今 依旧是一副繁荣的圣地景象 碧云仙殿 来到大殿 苏语带着众人尽手走了进去 走进仙殿 宝座之上 青年圣主赫然坐在那里 然而 还未等苏语开口 青年圣主的声音便是率先响起 你 与星道的